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收看你们一部小新点进来的 由人生外号盲生狙击手冷行乱弯瞎解说的游戏视频 看视频就来八哥说游戏 这边呢也是开了一把单人模式 直接就来到了训练基地 落地捡到两把枪之后呢 我就开始伸着小立堂的脚印寻找敌人 房顶上呢也是没有任何的动静 咱们直接跳下去 哎呦原来在这儿 看我给你来一波天降正义 拜拜了您呢 虽然说他一边走位一边对我发起进攻 但是呢还是被我给带走了 因为他左右移动的距离太近了 都撞在了我的子弹上 而且这样的话还会让他难以瞄准 就是这样他直接去坐了下一趟飞机 现在这个时候呢 附近的枪声也是连绵不断 犹如江水滔滔 听完枪声之后的我瞬间变得也是热血沸腾 刚打完急救包的我上了一下子弹 耳边就传来了清脆的脚步声 在楼道这边卡了一下四角之后 小立堂的脚印竟然越来越远了 看来这位小哥是路过不是来找我的呀 那么这样的话 咱们就主动过去找他刚上一波 刚跑出门口就让我发现了这位小哥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机 咱们先把他带走再说 随后呢 咱们再顺着小立堂的子弹标记 寻找一下另外的敌人 顾前顾后不顾右 那你也得凉凉兄弟 在这十几秒的时间里 直接拿下了两个人头 真的是爽翻了 那么好的 这个时候咱们就过去缴获一下战利品 画面一转呢 咱们也是直接来到了那位小哥盒子的附近 盒子还没看到 刀先看到了一个人机 这让我不得不说 这个人机真的是太会早时间往这跑了 散完子弹之后 咱们舔一下盒子 打开这位小哥的盒子一看 他呢 穷的就剩下子弹和枪了 算了算了 咱们躲在角落里面散一下子弹 还是看一下这个人机有什么好东西吧 刚打开人机的盒子 拿了一个急救包 就发现楼顶上有一名敌人 于是呢 我便进行走位躲他的子弹 没想到他打不到我还着急了 直接从房顶上跳了下来 他呢 也是现场给我们表演了一下 从天而降的盒子是什么样的 嘿嘿嘿 简直是帅呆了耶 哎呦 就在这个时候 既然有人打我 不要慌 咱们这边呢 没有什么掩体 赶紧跑 所以小哥呢 也是够怂的了 把我打残了 他竟然没有过来追我 不过这样也刚好 咱们趁着这个时间 躲在角落里面 回护一下我们的血量 随后再过去找他算账 当我想从这边绕一下的时候 附近呢 再次传来了真正的枪声 打开背景一看 竟然是一个人机 正在与别人钢枪 把他带走之后呢 我劲装也是一边上子弹 一边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但是呢 并没有发现其他的敌人 咱们呢 还是去找刚刚打我的那名小哥吧 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大仓库里面 咱们先往前贴一贴 哎呦 这个时候小弟团又出现了脚印 咱们呢 捡起这瓶饮料之后 出去看看 就是这位小哥 刚刚还想偷我菊花 正好他从仓库里面出来 没有发现我 那么咱们就让他体验一下 背头菊花的感觉 就是这么的爽 直接带走 把他带走之后呢 现在整个训练基地 变得风平浪静 看这个样子 这附近应该没有什么敌人了吧 咱们呢 再观察一下这四周的情况 确认一下 如果这附近没有人的话 那咱们就过去填一下 他们的盒子 我倒要看看 偷我菊花的那位小哥 有什么好东西 好的 画面一转 直接来到了这位小哥的盒子旁边 打开一看 他的装备也是非常的一般呀 两个机就包 还有一把AK 一把UMP 这个装备还不如我的呢 算了算了 留了留了 咱们还是跑到前面 看一下前面这个盒子里面 有什么好东西吧 哎呦 至于小哥的装备还不错 多多少少还有两个配件 咱们可以用呢 带走带走 统统带走 人机的盒子呢 咱们就不用说了 一般都是穷的一批 好的 咱们枪也钢了 盒子也舔了 也是时候该给大家说再见了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赶紧点开我的头像 查看吧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你们的收看 拜拜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